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仔细看我后面有个很大的窗帘 一拉开窗帘之后 哇 外面下了大雷雨 但是呢 在左窝视看出去 广州的雨景特别的诗情画意 这一块大型的落地窗 可以说是法国设计师设计的 从时呢 它的外面的阳台 流线型的设计 就好像钢琴的造型一样 可以住在这里面 看着外面的雨景 到底幸不幸福呢 那住在里面的人 运势好还是不好呢 现在我们就欢迎 台湾最知名的风水命令大师 谢元景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 现在内地有很多的建案 都是标榜说是国外的设计师 比方说法国的设计师设计的 大型的落地窗几乎就是西方 房子的一个特色嘛 那老祖宗怎么看这个窗呢 其实首先必须提到就是 我们不管窗户也好 门也好 各方面的这个所谓的设计呢 必须要符合一个实用的原则 那住在这里面的人 你看外面下着大雷雨 还打了很大声的雷 可是住在里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雨景 谁那么幸运呢 欢迎我们的委托人 余小姐 老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余小姐你几岁啊 21 21岁 所以这个房子是你的吗 不是 是我妈妈的 所以这个房间是谁睡的 妈妈 所以老师 你觉得她妈妈住在这里啊 怎么样 住得如何呢 好 我们看到现在这边的落地窗 虽然它是这个标榜的国外的设计师设计 可是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也就是说 通常呢 事不可趋近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窗会硬开 可是呢 不可以把它开到底 因为硬开到底的时候呢 就像我口袋一样啊 你可以开一个口 没关系 可是你绝对不能把这个开口的地方 硬给它开到底 开到底了以后呢 房子里头原来的功能性 有可能会给我们讲产生了一个的缺失 老师 老师 法国的设计师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采光好啊 所以我就是把整面都拉成落地窗 这样有什么不对 好 当它整面形成落地窗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说 你看到的光线进到房间里头 会变得特别亮 对啊 老师 这样不是更好 不用开灯啊 所以一般来说 以风水原则里头 客厅要亮 房间要暗 为什么呢 因为客厅是我们活动的地方 而房间却是休息的地方 所以哦 刚刚余小姐有提到说 睡在这里是她的妈妈 对不对 所以你妈妈的睡眠状况 她有跟你讲说好还是不好呢 我妈妈睡得不太好 哦 哪里睡得不太好 为什么呢 就晚上外面又因为有窗嘛 然后窗又很大就比较吵 然后早上就很早醒 因为太阳一晒进来就会很亮了 对啊 尤其现在外面又打雷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观众朋友会听到外面有雷声 如果我们站在里面 其实我有点怕会不会被雷打到 老师 所以我们特别提到也就是说 窗户也好 房间也好 那么首先考虑到窗户有没有达到窗户的功能 所以这个窗户的功能真的是太过头了 对对对对 其实窗户就是通风嘛 跟采光 结果整面都是采光 那采光过头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 也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对面几乎每一个房间 有90%以上的房间 几乎它的房间里头跟它的情况一样 通通都把窗岩给拉上 所以这不就没有达到法国设计师 所要的采光的功能吗 当然基本上我们以这个 可能地方明星的不同 所以虽然说它在外观上面看起来是很好看 可是基本上来说以实用性来说的话 其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老师说的对不对啊 余小姐 对 所以你妈妈也是这样的状况 一进来就把窗帘拉上吗 是的 啊 老师 那他们这里除了这个主卧室的问题之外啊 其他的房间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隔壁的这个房间呢 也是跟这个房间一样 它的这个门呢 整个落地窗也是整个开的 也是从头开到底 那这个时候呢 在另外一个房间就形成另外一道煞气 是什么样的煞气啊 因为一般来说 当它的落地窗 其实虽然说是窗嘛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窗户是我们一般走路的地方吗 当然不是啰 所以其实落地窗 它的形容是等同落地门 那可是原本窗的地方开了一个门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那两间阳台是连在一起的 因此就形成一道回风煞 老师这样讲就很清楚啦 那回风煞会怎么样呢 当然基本上我们特别提到 回风煞气 主家里人丁不忘 因此这个房子里头的男丁 自然就会慢慢慢慢变少 所以余小姐 老师说的准不准 准 怎么说呢 因为房子里面就只有我跟妈妈还有一只狗住 然后连狗都是女的 老师 这里是女人国 对 难道就是这个回风煞吗 当然回风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呢 落在我们委托人他的房间 也出现了第二个 那么跟回风煞相关的问题哦 所以你看得出来你房间的问题吗 看不出来 对啊 老师怎么看哦 好 我们委托人他的房间呢 他的旁边 整片也是像类似 类似所谓的窗户 可是不同的地方 他的窗户呢 稍微高一点点 可是窗户的后面是一个很大的缺角 老师 哪里有缺角啊 因为一般来说房子应该是方方正正的 可是呢 在委托人的房间旁 后面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凹风煞 那么就形成一个所谓的凹风煞 所以余小姐 你有仔细看你的窗户 就是像老师讲的这个样子 嗯嗯嗯 老师那凹风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凹风煞第一个呢 会有我们讲说 神经系统衰弱的情况 因此我们委托人在睡眠品质方面 应该也会受影响 那么相对的 哎 我们讲说睡得不好 久了以后 神经系统会衰弱咯 那是第二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 哪里有问题啊 那没有 因为 所谓的凹风的地方 也就是形成缺角的位置 刚好是去我们整个房子里头住家的 东北方 老师 东北方缺角会怎么样呢 那么一般来说 东北方来说的话 跟西南方 基本上来说 都是影响到胃肠的部分 哦 所以余小姐 你的肠胃不太好吗 是啊 不是很开胃 哦 你现在几斤重啊 76 才76斤耶 老师 公斤都还不到40公斤耶 对啊 相信我们一般来 这个房子里头住的人 可能包括我们的委托人 包括他的妈妈 肠胃方面 应该都不是很影响的 是不是有老师讲的这种状况呢 是 嗯 那你们吸收就是不好 吃进去就马上拉出来吗 嗯 会拉肚子 哦 吃东西马上拉肚子哦 如果吃了油腻的东西的话 就会拉肚子 嗯 可是老师我还蛮想要这样 我想要吃了油腻的东西 马上拉肚子 还有什么样的风水 诶 可能是跟肠胃相关的呢 好 我们仔细看一下 客厅的地方呢 靠近厕所的位置 诶 它放了一个盆树哦 这个大型的盆栽 也就是比较接近房子 靠偏向中央的地方 那树在中央会怎样呢 一般来说我们常常讲说 植物放在屋子的中间呢 形成一个困字 嗯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呢 因为中央属土 那么五行里头木刻土管位长 因此肠胃的部分会产生影响 所以老师有没有说中 有 老师 这是他们家影响肠胃的第二个因素 对不对 那应该没有 只要把树搬走就好啦 嗯 我想不是那么简单 哦 怎么说 因为还有第三个也会影响肠胃的部分 还有第三个啊 所以余小姐你那么瘦 是有原因的 第三个原因在哪里呢 好 第三个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隔壁这个房间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 它的房间门 它的厕所门是正对的哦 嗯 那么想想看 厕所是排放会晤的地方 那当然很自然的 我们的胃肠如果不好 很自然的 这个嗯 当然去的次数就会变多了 所以呢 厕所是个玄机 对对对 那么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 厕所在哪里的位置 绝对不可以放在哪里呢 房子的中央的位置 所以余小姐 你们家的厕所 是不是又刚好在家里的中间的位置 是啊 所以老师 就三个因素 让余小姐都胖不起来吗 因为当然我们特别提到 风水鱼头羊仔第一胸 最继 侧居中 厕所 你现在前后左右 它在中间 那这个时候厕所鱼头 这个晦气要排放怎么办呢 就等于整个房子一头 都在它的范围一头 其实呢 它的这个厕所呢 其实还有装这个抽风机 可是回头想想 厕所抽风机 排放出去那个地方 旁边是什么呢 入户花园 嗯 然后在边上 是不是我们的厨房呢 是 所以会去抽出去 还是在家里面 对 可是老师 我好想住他们家 因为余善也很想瘦下来啊 嗯 那余小姐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想胖一点 啊 观众朋友 你们家有类似的状况吗 或者是说 家人的肠胃就是不太好 不论你想瘦 或是想胖 老师是不是都要解决 影响肠胃的风水因素 当然了 嗯 这样才会健健康康了 观众朋友 你们家有类似的状况吗 或者是跟余小姐的家 主卧室 一样有大型的落地窗 重拾呢 有三个因素 会影响家里的一个 家人的肠胃健康问题 想知道 要怎么解决的话 休息一下 再回到顺风顺水 欢迎回到顺风顺水 对 刚刚上一段的影片当中 老师我们看到余小姐 她的床旁边就是窗 而且是凹风煞 你说她会睡不安稳 而且健康情况也不好 可是呢 窗本来就是透气 跟透光的来源 她又不可能把她的窗户移掉 那该怎么办呢 因为其实像她这种情况 除了我们讲说 可能影响她的睡眠以外 我们可以透过 所谓的三海症 或轻轻胎异图 之类的一些物品 那么来做一个怎么 再做一个 这个所谓的转移 这个所谓的 煞气的一个功能性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调节 她的这个睡眠品的状态方面来说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所以好简单 只要挂一个 所谓的性服务品 这样就好了 就是比较简单的 那另外余小姐家 还有个状况就是说 他们家有一个落地窗 可是他们的门 跟落地窗形成了一条直线 很多内地的观众朋友 家里也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一般来说穿膛的这个情况 大部分人来说 它是因为它整个空间一头 是形成一条线的这个通过区 那气场没有办法停留 和这个我们讲说可能聚集 只要在这个中间的任何一个位置上 那么能够设定 让它这个气场 没有办法直接穿过的这个情况 就可以改善 因此有些人会用短墙 有些人会用这个所谓的家具 或者是屏风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来做铸隔 都可以感到有一个功效 所以我只要把总路的动线改掉 气场的动线改掉就可以化解了 那真的好简单哦 就像余小姐家 他们家非常特别哦 观众朋友不晓得你们家的状况 是不是跟余小姐家一样 他们是门进来之后 不是直接到客厅哦 是到一个玄关 但是那个玄关呢 很特别也开了一个窗 也开了一个门 同时还有厨房的门 之后呢才走进客厅 老师 这样的一个开窗的禁忌 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哦 我们把房子当成一个 是一个人的一个样子的时候呢 那么窗户就代表眼睛 那因此在位置 还有这个大小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影响 所以到底有哪些禁忌呢 观众朋友赶快把纸笔准备好哦 因为老师要公开 哎 开窗到底要怎么开 家人的运势才会好 健康才会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 也就是因为现在呢 大家在装潢的部分呢 可能有一些部分窗户的部分 跟以前是不同的 那么但是以前认为说 眼睛是灵魂之窗 所以把这个窗户的比喻呢 就跟我们的眼睛的比喻是相同 所以一个人呢大概比如说 比例上面我大概有多宽 那么所以眼睛的这个窗户的这个比例上面 也应该是标准的 所以通常第一种来说的话 很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 他的开的位置比这个床还要低 所以你看到整片呢都是玻璃透明 这样看出去的时候感觉像这个人睡 就有点好像飘在半空中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以前他是比较不希望说 我们睡的位置 那个窗户开得比你还低 因为第一个看 我们看往外看的时候 视觉上面就会造成 潜意识里头的不安全感 所以睡在这张床上面的主人会怎么样呢 其实大概就潜意识上比较不安定 比较没有安全感 加上可能我们也许比较转过来的时候呢 感觉上就好像会掉下去的感觉 因此窗户开的位置 大部分来说都会尽量不低于腰部的位置 可是像刚刚余小姐的家里 我们会发现说现代人就是讲究要装潢要设计 所以很多的主卧室就有一大片的落地窗 而且等于说一张开眼睛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人 他们家里都是整片的落地窗 可是相对的颜值方面来说 也变长年几乎都是拉起来的 对啊 观众朋友想想看 你会在客厅看风景还是在主卧室看风景呢 大部分人都是坐在客厅会看风景的 谁会在主卧室里面开窗看看外面在做什么呢 对 那第二个来说观众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在床头的后方 尽量不要开窗户喔 想想看喔 在这种情况下 床头的后方开窗 光线自然进来的话呢 也会比较强一点点 那因为中国风水上面有一句话叫做 光厅暗房 就是客厅它要明亮 好我们这些活动感觉上比较有精神 可是房间里头呢就是我要休息的地方 太亮的时候呢 常常人家讲说一大早睡起来的时候 还把棉被蒙着头在睡觉 为什么 因为就是光线太刺眼 因此这个地方开在头的后方的时候呢 也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个影响 所以会影响身体的哪个部分呢 大部分来说第一个来说的话 可能头部可能造成头痛或偏头痛 第二个呢 鼻子喉咙 背部 灰系统 还有可能会受到干扰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睡眠品质方面 因为光线过于刺眼 所以开头就是窗开在头后方 观众朋友想一下 是不是睡到那样的床之后 头痛或是呼吸系统的问题越来越多呢 那开窗到底还有怎么样的禁忌呢 那么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 有一种情况就是开到底 通常这个地方这边开到底 这边也是开到底 那么这边开到底 这边也是开到底 可是老师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这个画面 基本上都出现在内地 非常多星星 新颖的一些建筑 它就是要采光 要造型 所以你看它一面全部都是窗户 那这样会怎么样呢 当窗户整个都开到底的时候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 很多东西你不能够直接开到底部去 好像我的这个袖子 开你不能直接开到底部 然后这个裤子的拉链 你不能直接开到底部一样 因为过头了以后 它就没有怎么讲 没有办法长风那气 因此在风水上面来说的话 会变成它没有聚集聚气的一个功能性 因此房子里头 那么聚材的功能 还有聚人气的功能 自然就会相对的减低 而且再加上 我们可以在里面睡觉做什么的时候 也担心别人看到我 对啊 观众朋友想想看 如果说你住在那样的房子里面 你不拉窗帘你走来走去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你在家里面做什么事 所以窗户记得不要开到底 老师还有窗户不能开过多 什么样是开过多的窗呢 一般来说 有时候我们既然讲说 房间里头要暗的时候 代表说房间里头要有一定的光源 但是不能够四面都过亮 那回头想想看 好像我们在动物园里头 看到狮子老虎 任何动物的时候 有没有四面几乎都是光源 全开的 所以这个动物呢 它就没有地方可以隐藏 所以你就发现 那个老虎呢 走得很急 一直左看右看 左看右看 走来走去 任何动物也都是一样 其实换作我们休息 睡觉的地方 如果也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在里头 自然潜意识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老师 那既然窗户 我知道不能开过多啊 几个才过多 我一面墙开四五个是很多吗 基本上来说 其实所谓的多 要看它的彩光面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 它如果只开一个 从头开到底 全部都开了 其实里面也是太亮了 那第二个呢 有些时候呢 这边开 这边也开 那可能你的这个走道门 也开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 我在不管 感觉上不管在任何地方 好像都会被人家看到 然后很没有安全感 所谓的多 并不是指它的这个 我们讲说 可能要开多少个 而是指它的 开的面积大小 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比例 其实观众朋友可以想想看说 如果就是这个房间 我是拿来睡觉的 可是呢 它永远都很亮 那请问你在里面会睡得好吗 其实就是问问看自己 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了 老师那不论是余小姐的家 或是刚刚我们看到 开窗的禁忌有好多 比方说不能够比床还要低 窗不能开在头的后面 不能够开到底 也不能够开过多 老师那我要怎么解决呢 大家看到的解决方式 比较简单 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做窗帘 可是呢 你会发现 看过去整栋大楼的那个窗帘 几乎都是拉起来的 也就是这些设计的部分 它可能窗户开的过多 过大 让里面变得太亮了 所以才会用窗帘来做遮蔽 所以基本上来说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能够遮蔽光源 都是化解的方式之一 所以我不用把窗户整个封起来 我只要挂很厚重的窗帘 我睡觉的时候拉上 我想看风景的时候拉开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开窗的禁忌 其实老鼠中来说 还真的是学问 老师说到窗 比方说广东佛山这位观众朋友 手机莫三码是635 他说老师 我的卧室窗面对着隔壁的住户 而且是隔壁住户的窗 而且对方还挂着葫芦对着我们 请问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应该怎么化解 这是佛山的刘先生 那其实佛山这位观众朋友 其实一般的观众朋友都是一样 你如果说发现对方放的东西 那么有可能你会觉得心里头 觉得怪怪或什么样的话 其实大部分来说 除非它是比如说 狮子老虎猛兽的形象 或者是像比如说八卦镜 白狐镜 它是一个可能外在 有加上这些奇怪的一些东西的 一个情况下 那这些东西才会有影响 一般如果只是平面的镜子 或者葫芦这类的东西来说 大部分来说是没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杀伤力的 所以观众朋友 不需要太多担心 所以这位刘先生不用担心 葫芦还OK 没问题 可是另外一个 宣布的观众朋友 手机莫山马兹35 他说老师 请问我家的大门 入户花园门跟主人房的门 连城一线有相冲吗 如果说有相冲 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请多多指教 一般来说 当我们所谓的大门 然后进到我们这个里面来说 只要不退到我们的主卧室 主要的这个房间来说的话 大部分都不形成影响 那如果呢 你会发现担心说 这个会有这个直接 对到里面来的时候 对着我们房间门的话 那在古代的这个豪财大院 为了要阻挡这样的一个 这样问题的时候 通常有时候 在进来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可能涉及到屏风 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一面 它的一面木头的短墙 那在古代 它就是用来阻挡 穿堂风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得到改善 老师回答的真的好简单 观众朋友 你有问题想要问老师吗 该怎么做呢 赶快拿起来手机 输入ADM 留下您的姓名问题 发送短信到1066-335577 如果说你是移动用户的话 记得输入570加姓名问题 发送短信到1066-1660 那么幸运的你 你的问题会在节目当中 获得老师的解答咯 顺风 顺水 风水 让富人累积财富 让穷人改变命运 顺风顺水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